对了 少年那把家伙呢 借我试试 你要他干嘛呀 你到底借不借吧你 说实话干嘛用 杀人 这打算跟谁去玩命啊 孙子 我可实话告诉你 最近咱洋家班可够喂的了 你就别跟外面瞎捅娄子了 一句话你借不借吧 有就借 横什么呀 走 现在拿去 哪拿去啊 没了 哪去了 丢了 你扯淡你 我跟你说这可是人民光天的大事 这事要误在你这儿 我让你后悔一辈子 嘿 欣欣了 可我又不欠你什么 你跟我这犯得着吗 你别忘了 家伙是我给你弄的 那没错 我花钱了 你想急着要啊 自个儿买去啊 扯扫你 我有那么多钱我还求你啊 那没辙 想借钱呢 找惠芳去 想借家伙 但我这没有 你就装孙子吧你 你等着后悔吧 我装孙子 我要不装孙子 我把家伙给了你 他你杀完人 我跟着你吃完了 真当我圈心眼啊 嘿 哎 没事 滚蛋 别搁这下转用 不问你 你们这管事的是不是叫丁虎啊 以前是这里的馆长 什么 丁虎啊 没听说过 我们大队这些图天苗胡大爷 知道吗你 什么妖子 这是不是把丁大哥直接走了 赶紧这胡吧 这边老爷爷歇死你 快走 快走 快 快走 快走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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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诸位父老乡您的后岸 我定谷 今儿也耍晚餐和大家伙一块儿落落 好 有钱的朋克前程 没钱的朋克跟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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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孙子 你这是要跟谁玩命呢 干嘛就这么大劲 没事 我活得活得 劲得还不错 大师兄 我来吧 孙子 你最近是不是有什么 不顺心的事了 没有 挺好的 没有 有 那你跟着白蓝钢 叫那么大劲干嘛呀 我练着 大师兄 我看见丁大哥了 你又到他那儿去卖卫人了 丁大哥都撩地儿了 近乎者 丁大哥那是交徒弟呢吧 那交徒弟我还看不出来呀 那是他大劲打把什么A呢 诶 德帅 你可别干没出息的事啊 你是不是让丁大哥 把你的面儿全给包园了 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 丁大哥呀 还以为我不知道呢 他家都让人站了 别把人睡觉啊 他不能去 走走走走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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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人 菜局 我们第一个看看 滚 各位老少爷爷们 大家伙也站了半天了 我听肚子今儿给大家伙来点真 露两扇中国的真功夫 硬功 好 大家伙也看看一眼 好 好 好 来 给他们全了 来哥啊 看看看看 还挺沉的哈 真家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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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嘿嘿嘿嘿 我说丁爷 就这点呼呼 还跟这儿骗钱呢 啊 小子 你想来试试啊 嘿嘿嘿嘿 你卖艺我试试了 嘿嘿 我们黄军他也得说了 有本事啊 老少 嘿嘿 老少爷们儿 咱到上眼看着啊 他要是把这根铁棍子扛弯了 那才叫真功夫呢 木头棍子都是提前用粗怕过的 嘿嘿 一口九粗 反正就是骗人的这个 就用铁棍子砸 哎 砸不歪 退保没钱 对 哎 哎 丁爷 练哪 好 大爷今儿也给你漏了 让你也见识一下 什么是功夫 好 好 等等 不就是弯了吗 不就是弯了吗 这点小活 用不着的 用不着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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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少 这叫沈本师啊 说好了是万后卫上砸 砸弯了才算 啊 大叔哥 你别欺人太甚 呦 这不是杨老板 不是啊 怎么混到这份上 诸位老少爷们儿 我给你们大家介绍介绍 这就是北平大名鼎鼎的鸿武生 杨云生杨老板 想当初杨老板挂牌的时候 想看都买不着票 今儿既然料地了 好是啊 老少爷们儿 咱给他叫个喊儿 让他给咱爷们儿唱一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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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老少爷们儿们 咱们也看了半天了 转功夫也见了 有钱的捧个钱场 没钱的捧个人场 千万别让流氓 把咱们肠子给搅了 行了 你要也不要再跟我争了 钱我已经让毛货准备好了 明日大早给弟兄们发了 赶紧让他们回去 你就在我这住着吧 虽然现在不演戏 可是饭钱咱们不去 哎呀 兄弟 这事我就没想让你知道 嗨 我心思着 先耍他两天把事 挣点盘着 让徒弟们先回家 然后 我瞅瞅的机会 跟老彪子先做了了断 完了事 我就去投奔周先生 哎呀 结果让小顺子给扛着了 你早就应该来找我 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还一个人扛着 你心里根本就没把我当兄弟看 哎呀 那天的事他来得太突然 其实啊 当天晚上我就想杀自己 新帮的老彪给人家 小日班吧 我给他拼了 哎 有几个徒弟要回家 你说 人家爹妈把孩子交给了咱 咱还得为人家爹妈孩子负责呀 自己的事 自己了我就没告诉你了 多亏小顺子 多亏有你那些徒弟 要不然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再说了 又真想干 你干嘛一个人去呀 咱俩俩心一横就收拾老彪子 他还能跑 哎 行了 反正事过去了 你就在这踏踏实着住什么 不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大哥 你就别再跟我争了 行吗 爸爸 这样对杨玉生不公平 那是他自找的 如果您继续逼他的话 他会走投无路的 如果真到那一步 他自己会来找我 那您不如现在就放过他 他只是个唱戏的 对我们来说 他不仅仅是唱戏的 可他现在连戏都唱不了了 您还指望他做什么呢 你不懂 如果 你不忍心看他那个样子 就不用去杨家班了 我现在在杨家班 已经是一个 不受欢迎的人了 这就是中国人 把你以前的好处 全都忘了 不是这样 他们不能唱戏 全是爸爸您造成的 没回子 你不要忘了 你身上流淌的是 大和民族的血液 让你去接近杨家班 不是让你变成中国人 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高于一切 中国人只能是被我们利用 包括杨余生 爸爸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还想 有些事不便告诉你 但是现在我要告诉你 大日本帝国 发动的这场圣战 已经清晰地 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大和民族 在不久的将来 将会是这片土地的 新的主人 杨余生 这是我们手上的 一粒其词 爸爸 你让我觉得很陌生 既然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 我也有件事要告诉您 杨余生 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里 我对他了解得越深 他在我心中的位置就越重 我简直不敢想象 如果失去他 如果失去他 我的生命还会有什么样的加持 你不能有这种感觉 我不让你有这种感觉 我不要让他有这种感觉 爸爸 你竟然打了我 打得很疼 不过刚才的话 让我更疼 那全是你的真心话是吗 那全是你的真心话是吗 在我心里 一直投我爱我 就是我大叔怀的爸爸 竟然把自己的女儿当成公主 在大人们帝国的 利益面前 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 更何况是 中国人 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以前说的 绝对是来骗我 我要去找杨阴湘 我要把这些都告诉他 我还要抓你他 你要干什么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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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蒙您吗 再过阵子这杨家班啊 连饭都吃不上了 好玩 真好玩 你说这老彪子也真是啊 愣把丁胡给赶到街上去了 彪爷这口气算是出了 那姓朱的要不是躲到南京去 我保准替您出了这口恶气 我差点忘了 姓朱的那小子现在还关着呢 快捂出白毛汗来了 可这件事朱文森不知道 不过瘾呢 真是此一时彼一时 你说当初我在他手下的时候 像三孙子似的 可现在呢我是司令 他呢 他他妈跑了 跑得比兔子还快 是是是 哎呀 说来 得感谢日本人 感谢景田先生啊 司令A 多亏您有远见 早早就交上了景田这个朋友 可当时谁想到啊 景田会是这份背景呢 你知道个屁 我早就知道他是什么身份了 我要不是远见着实 我能坐到今天这位置上 那是 那是 您看我们这不都跟着您 你也要是 你真乖的吗 行 算你有良心 会说话 你要是有良心啊 没事呢帮我砸磨砸磨 再找一个像赛飞那样的 我看他妈的现在谁还敢推我抢 啊 哎 那丫头骗子 后来你给他弄哪去了 照您的吩咐 早就卖到寄院去了 没事我去看看他 我要让他跪在我脚底下 向我求饶 我再一小把他蹬出去 成 司令 您放心 您交代这点事 我抽机会一准都给您办了 好 请 大姐姐们从何这儿都给认识 这种难道 这种难道 真感充 起从不来 尽怒 每楼都没讨过那儿 从什么都没有 明天都如果它似乎 셍不着 大姐姐姐是非常肯定 但都没说过 你来冒失 停下来! 我沒有時間, 我已經準備好了, 我必須要動 先生, 有些好想, 女嬢是在這種情況, 所以, 我會想知道, 嗯, 我明白, 所以說, 我是特効家的出身 很自信 要邀請你邀請你邀請 對,好 我會報告 我會報告 我會報告書 邀請 是 木下的戰鬥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軍隊繼續發展 如果軍隊繼續發展 我們會發展 你會發展 我會報告書 我會報告書 是 是 我會報告書 是 師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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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天 歡喜得怎麼樣 在你的心目中 爸爸是個窮窮极惡 不顧兒女之情的冷血毒 對嗎 那天爸爸的話說的是重了些 做父親的 怎麼會不關心自己的女兒呢 這個嚴育生是否跟我們合作還是個未知數 一旦他要是 也便成为一个共党分子 那么日本军队 是不会放过他的 何况我的计划 没有得到批准 我没有权利 恢复任何西班的演出巨物 但是对杨云生 我还是有些安排他 我跟他是朋友 我非常器重他 这你知道 您到底想说什么 日本军部 已经批准了我的计划 马上要成立 日中文化侵善同盟会 这个同盟会的宗旨 就是在文化领域 使两个国家 得到共同的发展 使两国的人民 增进了解和细致 现在你了解爸爸了 爸爸就是要用一种 全新的理念 使两个国家 得到共同的发展 用中国的资源 和日本人的智慧 造福东亚地区 到那时候 杨云生和我们 都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你说的是真的 梅惠子 如果 杨云生 答应出任这个同盟会的会长 爸爸就同意你们结婚 爸爸 还要再告诉你个重要的事情 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了 像凤翔仁和侯天彪那样的人 我们不会再跟他合作的 与我们携手共进的 是杨云生这样的 有才华的中国人 您真是这样想的吗 爸爸 爸爸在互动 还是分得清好人坏人的 那我现在就去告诉他可以吗 吃了饭再去 杨云生对我还是有些偏见的 从我穿上军装以后 他就改变了对我的看法 但是为了你们的幸福 我是该做的都做了 谢谢爸爸 我不饿 我现在就去告诉他 等等 没回事 晚饭以前 一定会来 爸爸等你一起吃晚饭 是 爸爸 还有什么 成功了 成功了 我们的好票 这是伊达先生的 先生的苦努 我认为他很感到 我认为这种 中国人还是中国人 是个中国人 报告 什么事 消息可准确 这可是大事 纸条是绑在石头上的 门岸也没有看见是从哪砸进来的 这可是在咱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这是要负大责任的 最好还是和景天先生先核实一下 然后咱们再做决定 你马上就去 是 等等 还是我亲自去吧 生日月 身高兴 是 是 我 有 是 这是什么人啊 先生 你是不是有什么人 现在把谁吃了 原来是景田先生 我以为是谁呢 杨先生 最近在忙些什么呀 托您的福 在家里养尊处优 我是来接美惠子 回家吃饭的 既然杨先生在家复闲 不妨跟我一起回去 我们已经很长时间 没有推心致腹地 好好谈谈了 美惠 背心好几天没有过来了 他应该今天上午 就到这儿来了 杨老板 你说得必须 我发现 你没有什么事 我发现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发现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发现 你不认为 杨老板的为人我是知道的 不过也许 是他自己不愿意回决 即使真是这样 我也会说服他 甚至把他亲自给你送回去 好 既然这样 那就打扰他 景天先生 你不必误会 他确实好几天没有来我这儿了 我看 您还是到别地去找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tinguir 无策 się 请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们不能够起来 接受明镜与点栏目 我以为他们把这条轮目 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以为是他也认为他 不用了 靖田先生 有件奇怪的事 以前门前 经常提着几辆黄包车 自从小姐走了以后 就一辆都没有了 这一定是虚谋已久的 这一定是共党分子所为 他们想给靖田先生 一个下马威 这倒下是 中统官用的手法 不会吧 国民政府在北平 已经没有任何组织存在了 那一定是个人的意义 靖田先生高兴 那我们就派人去调查一下 哪些人和靖田先生 和美慧斯小姐 有个人的恩怨 他们不会针对我的 他们也只是利用 美慧斯的身份 靖田先生 你放心 很快就会有新消息 但也是这样 这是哪儿 这是哪儿 你们是谁 为什么要抓我 朱先生 是我 美惠子小姐 你不用害怕 我不会杀你 我不信 美惠子小姐 这是一个我们要放弃的废旧据点 你基本是说出去了 对我们也没关系 不好意思啊 我这么做也是迫不得已啊 您是为了对付我爸爸 不 你爸爸跟政府之间的事 我不感兴趣 那您为什么要抓我 你不用害怕 你只是暂时的实际自由 时间不会太长的 你们全家 不是都搬到南京去了吗 您怎么会在这儿 朱太太和宗耀呢 哦 朱太太 她还在南京 是以宗耀呢 你自由 她也就自由 您抓我是为了宗耀 宗耀现在的处境 你真的不知道 日军进城以后 你们所有人都消失了 宗耀怎么了 那我可以告诉你 是凤香镇那个王八蛋 把他下了大牢 现在是死是活还不知道 原来是这样 朱先生您太见外了 其实 您只要给我打一个电话 我跟爸爸说一声 宗耀也许马上就会放出来的 没话的小姐 很好啊 来 我们小的一起去 电话你马上去打 不过 不是打给你爸爸 而是打给幸福 这个忙我可以帮 我这个人哪 是从来不愿意跟人接仇的 尤其是你爸 所以这件事办完以后 我们就精水不犯河水 各走各动 不过 在办事的过程中 你最好不要自作聪明 必须按我说的办 要不然 我很可能要对不起你父亲 凤乡人电话怎么没人亲呢 消息给他送到了吗 我亲自送的 绝对没有 没关系 你失踪的消息 我想这会儿你爸爸已经知道了 所以 凤乡人很可能在你的家 你们家电话是多少 8894 您好是景天佳 入届给冯祥人说话 你好是景天佳 小春姐 景天先生是小姐 没孩子 你在哪儿 爸爸是我 我找凤局长 喂 美慧小姐 凤局长 不 一个叫凤司内 怎么 想不到是我是吗 初少爷 你想干什么 你知道我要干什么 一个小时之内 我必须跟我儿子通话 然后再将交换条件 告诉他不许的 战害美慧子 喂 喂 喂喂喂 电话挂了 答应他一切条件 让美慧子 必须安全回来 是 每年 他都不许的 那儿 就有个人 说 两个人 是 我 很有许 说 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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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帮你什么忙 对方要求明天晚上在华天交换人质 这你得去找马经理 戏园子是人家的 对方要求明天在散戏的时候 交换梅惠子和朱宗耀 朱宗耀 他跟这事有什么关系 他不去南京了吗 他已经回来了 被放弃的人抓进了监狱 这么说 朱文增回来了 是的 现在梅惠子就在他手上 这事可难办了 用杨家班能上演的剧目都被限制了 明天没得演 杨老板还在生我的气 我是身不由己呀 明天你可以演 演什么都行 那你得答应我个条件 说 公开卖票 行 但是不要卖光 要给我的人留下位置 还有个条件 不能伤害杨家班任何人 也不能惊扰观众 只要朱文增没什么过激的行为 我可以保证 你能保证朱文增吗 我想没问题 以前 我没有难为过他 好吧 杨老板又挂牌 这可新鲜事 听说 看日本人抓起来了 这不 又出来了 看你意思 日本人是待不长了 不信任何人 让我发现 第一次 公开卖票 也许 到最后 新鲜事 你能保证 都不愿意 不愿意 不愿意 你能保证 这种 你能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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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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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